伊朗祸及前往叙利亚,运输物资成为谜底,美军极力调查此事。 众所周知,伊朗对于叙利亚的帮助非常大,甚至可以说,没有伊朗,叙利亚恐怕根本坚持不了这么久。 伊朗对旭军来说也是尽心尽力了,因为旭军本身就兵力不足,少了伊朗的支持,只凭自己区区几万人,早就已经坚持不住了,也不用提取反击了。 日前,伊朗又有了大动作,它的几架货机被美国探测到,而这货机的目的地就是叙利亚。 很显然,伊朗在运送住什么物资,但是这其中究竟是什么,却是个谜底,所以美国军方也在努力调查这件事情。 但是据推测,这很有可能是一致的导弹。 众所周知,伊朗的制导技术十分成熟,旭军的很多导弹也是来自伊朗,甚至制导工厂也是在这个国家的帮助下才建立成功的。 那么这些导弹的用途就很让人猜不透了,目前有两种说法,一是帮助旭军轻较叛军。 但是想想看,其实依照现在旭军的实力,也不用特地运送一些导弹来帮助,凭旭军自己的能力足以可以达到。 二是为了报复以色列,大家也都知道,以国最近对伊朗的行为确实很过分,不仅是轰炸伊军基地,还杀死了多名军事顾问。 虽然伊朗确实很能忍,但是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了结的,伊朗必然会选择报复。 而就小编来看,还是更倾向于后一个说法。 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早已很深,其实伊朗也是因为以国才进入叙利亚,那么选择后者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